徐老师这次在美国发现了一个课题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强大呢 如果他们都这么挺慢的挺懒的 他有一个很好的规则跟制度 比如说美国人有些东西 在初出去美国的中国人 每个中国人的就是他们很傻 那是什么入境表格 他入境表格呢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的不一样 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去美国 他入境表格还会问你 是不是共产党员 就冷战时代 然后问你有没有带毒品 问你有没有吸毒 就问你一堆这种问题 每个中国人看了都觉得太可笑了 说我就是 我是个 我还我不只是共产党员 我还是个吸毒的共产党员 你怎么样对不对 我就不填对吧 我骗你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这么傻这帮人 然后真的是你填了 他就带你到那边问话 你填你不是 他就就不管你了 说这什么国家 对 但后来你再待下你就发现 这是他聪明的地方 他其实把责任全交到你身上 当然有一天就是万一你出事了 他就拿着你入境表格看 没错 你怎么当时又说谎呢 怎么样呢 所以他是用一个制度 就是他假设大家都该诚实 假设大家都没有什么心 他节省了很多这个中间成本 对 节省了那些 如果他不给你填表格的话 你想想看 每个来 他不就一个一个审犯一样来审问吗 他让你自己填 你到最后出事了 那那个责任所有的规章制度就往你身上集中了 对 还有一次是我几年前在纽约 我的密码就是一张卡的密码 就是找不到了 忘了 然后我就到银行去 我给了他那个 他就给我换密码 他都没有查我的什么证件 什么这些 我当时觉得在美国存钱太不安全了 他随便谁拿着你的卡 说我要换密码 他就给你换了 可是他可能就是一种信任吧 就是他是有一种信用的机制 他当然也有别的成本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确是像你所说的 可能很多人会去骗 或怎么样行骗 但如果真的有人 去拿着你的卡行骗了 你还可以再回去跟银行说 那不是我 那是一个骗子 然后银行也会赔给你 他背后这个成本会很大 但他要省下来的就是中间 而且如果你一旦破坏自己的信用之后 你的什么东西都会非常麻烦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 王硕写过一个美国印象 他也在美国待过一阵 他就说 他说他到美国发现 一个很奇怪的一事 就是说国内 当年国内很多坏人都去了美国 但是为什么 他们一到美国都变成好人了 这都变成守法公民 而且不管是谁见到他 都给他拍肩膀 说你在这可千万别犯法 说你可千万别犯法 说你一犯法 一辈子就被盯住 他说感觉好像 我在国内是以犯法为生的 行说千万别犯法 后来他说 好像这些人还隐藏着一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这你要犯了事 你可别找我 就我可绝帮不了你 没人捞你去 没人捞你去 就说 于是他这儿是一个特别守法的一个社会 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一旦你犯了这个法 你肯定你的成本太大了 对 你想他还闯过红灯呢 我闯过一次 就是我从此不会再敢闯红灯 就是为什么 他那个形势感太强了 我刚一越过红灯 因为我认为是黄灯 但实际上是黄灯 红灯变灯的那个时候 我刚一过那条线 后面警车就 就是美国电影里那种 就好像抓一个多大的坏人的那种感觉 他们就是这种得理不饶人 就是很很大的一种形势感 就觉得你是犯了天大的坏事 因为只是闯红灯 当然这个会也会杀人了 就是 但是我就是那个 那次之后就觉得 警警铃永远在我脑后想起 就是一个警钟长鸣 没错